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小潮的问题 先听题目吧 地球看到月下位上行月或下行月时 此时的潮差最小 即微小潮 请问 为什么上行月或下行月时潮差最小呢 请画图做一说明 这里讲月像有上旋月下旋月 所以你要先知道到底怎么了 月球在哪里叫做上旋月 哪里叫做下旋月 恢复你的记忆 太阳在这里跟太阳同一侧 月亮跟太阳同一侧 我们看到零趴的相关面 说 然后逆时中转 上旋月 往下旋月 说 所以我在这里画的图是上旋月或下旋月 我的图表示一件事 下旋月 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侧的月亮 那月下不理它 我要理的是力量如何 隐潮力如何 月球的隐潮力 最近的跟最远的 我用橘色来表示很大 这个叫做月球的隐潮力 另外两端橘色 短短的往地球内部 但是呢 现在要讲大潮小潮 不是只有考虑我们的月球的隐潮力 还要再加上太阳 所以你看太阳的隐潮力 一样跟太阳同一侧 最近跟最远的 红色的箭头 大小差不多 但是方向相反 所以你必须要去看这里的每一个点 A B C 珠每一个点 我的箭头的画 到底怎么画 先看A点 橘色很大 红色很小 力量相反 有没有发现橘色比较大 你再看一下这个C点 红色大 橘色小 但是这个合力往外面的方向 这个合力有A点来的大吗 没有吧 意思也就是说 我的合力A点是最大的 C点是最小的 B点是不是就跟A点差不多 只是方向一个往这 一个往这里 方向相反 但是这个合力的值 两个是差不多一样大 这个珠点 红的一点点 橘的一点点 弄起来还是红的比较大 但是这个的合力珠就跟C一样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就这张图的隐潮力 A点 B点最大 C点跟珠点最小 所以它现阶段 水位最高满潮 它呢 干潮 可是你去想一想刚才的图 刚才的那个大潮的图 两个力量方向是一致的喔 这里是方向 跑一个点方向抵消了 所以这里的隐潮力 有刚才的大潮的隐潮力大吗 没有 所以这个叫做 虽然你满潮 但是你的水位有很高吗 没有 没有 虽然你的西点是干潮 你的水位有很低吗 没有 高不高 低不低 所以潮叉就变成很小 因为隐潮力大没有很大 小也没有很小 造就潮叉就很小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 我这里呢 就是刚才讲的 A跟B 月球的隐潮力比较大 比 喔 我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F日 F日 太阳的隐潮力 月球的隐潮力大于 太阳的隐潮力 所以核力 喔 比较大的结果呢 我们呢 才会说 这个A点或B点是满潮 C跟珠 就是呢 那个月球的隐潮力 比太阳的隐潮力来的小 所以核力比较小 才会是干潮 那不管怎么样 我这里就告诉你 我用颜色来表示 只是我这里是用 A点为例 方向相反 然后造就这件事 所以呢 像这张图等于月球 跟我们的太阳的隐潮力 方向是垂直的 所以才说 方向垂直 核力最小 你不会睡着了吧 来 你们的第几页 第106页 的第一段话 倒数第四行 地球受到了月球跟太阳的隐潮力影响 而这两股力量垂直才造就此时的潮叉最小 那刚才的大潮呢 那刚才的大潮呢 同一段的地 是 地球受到月球跟太阳的隐潮力的影响 而那个隐潮力刚好同方向才有加成的效果 潮叉最大 所以有人说大潮小潮谁造就 月球的隐潮力跟太阳的隐潮力 两个一起造就的 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才会说上下旋月小潮 朔旺月大潮 潮叉最大 而且呢那个台风天来的时候 如果刚好又是 朔旺的附近的时候 水未长 长得比一般人的高 海岸边可能就会发生 海、水、道观、灾情更严重 所以每次才考试会再说 那那个时候如何了